今天抽這個SB 章鳥 順便記錄一下 SB 章鳥目前 第一抽 下面會記錄抽到哪幾隻 瘋 等著五抽中,再來 10抽 爆一隻 沒有啦,歐洲10抽內不中,接著就可以skip了 15抽 20 這麼難的嗎?20抽 25 30 碎片多也好 35 嘩,40 40抽中,都是保底前中的 保底前中 差一點保底,好難喔 40抽才出一隻,那不太嚴重 目前40抽,才出一隻 好,大家給下一隻,先升一升 一火 泥包呢 出來了 泥包 你們覺得泥包比較划算還是抽比較划算? 泥包呢 泥包好像沒那麼划算 泥包等於一隻 S.P.章鳥 3 296 8 抽的話應該容易抽一些 在這個分析 1998 要看看25抽出不只抽到一隻 如果25抽中了一隻的話 這個抽卷禮包會比較好 那就是賭你的運氣 如果以外的紀錄的話 40抽的話一定不值 一定是直接換80個碎片 如果25抽出到一隻完整的話 加上Y中的碎片呢 那就 這個禮包 抽券的禮包會比較高 登入了回歸6抽中了 恭喜恭喜 是不是啊都說 都說 都說不難的 他有80 和25抽 25抽如果出不到一隻的話 不夠80 但是如果出到完整一隻的話 拉近附近的那些 都有數 他有3500 不過這些是不算的 最重要是看這個碎片 我們再抽一下 我們再抽一下 再看看 來吧 放馬過來吧 我們看一看 抽卡動畫 頭10抽之後我們會跳 5抽 來吧 哎呀 10抽 出來啦 以前經常有10抽中的 現在這麼難嗎 好 接著我們 結束一下啦 15抽 20 25抽 30抽中 兩隻可以嗎 我一隻 即是第二次是30抽中 像是三隻 公禍 我就 Huh 你是不是 好 我打給下一隻 第3隻,SC 章鳥 其他抽中呢 繼續去看一看 啊,差10個碎片才升了兩火啊 先點一下燈,拿一些橫星 吵人都30級了 好,我們繼續來囉 來 難道要看照的動畫才行 5抽 原來那邊可以領獎來了 啊,夠兩火了 對喔 我們先抽到這裡 10抽 剛才那邊可以拿獎是右邊的 中 哎呀 15抽 運氣在哪裡 20 25 剛才40抽 第一隻40抽,第二隻30抽 第三隻應該再近些 25抽中好不好 中什麼啊 咦 這次的SP SP章鳥 不是那麼容易中 現在30抽 給我面子 哇,30抽都不中 不會補低吧 35 4 40 又40 又40 四個抽中 兩隻兩隻,給我多一隻 給我多一隻 一隻 40抽中 好難啊 歐洲 20抽中 對 改一改啊 歐洲20抽中 21 字 保底 就是中間 label 非洲就是保底 今天也不是非洲了 好,我們看看第四隻 有多少抽中 好,現在先升他 兩火 拿到十個 一百,現在一百四十,差一百 差一百個碎片,上三火 好,繼續來 來來來 不要讓他停 這次比較帥,五抽中 好嗎? 兩個碎片又十個碎片 這個十抽 出來 十抽中真的難些 好,現在改二十抽才是歐洲 現在第十五抽 都不中了,二十抽 給我一次歐洲 有三個觀眾給歐洲的 二十抽中 嘩,真的沒有 好,二十五抽 好,三十抽 五刀子都是三十四十三十四十 二十五抽給我 好,三十抽 根據這個邏輯 推理方面 剛才第一隻SP 四十,第二隻三十,第三隻四十 難道又回到三十 哦,不是喔 還衰一點 三十抽都不中 好,三十五抽 對,今天的理論全部都不中 三十五抽 一隻 三十五抽中 我們還有三十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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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隻 我們還有第五隻 我們還有第五隻 好像沒有試過保底 好,我們出去看看碎片 好,三火了 好,三火了 三火三火 三火 逢差兩火 一抽 這裡三十一抽 看看抽不抽到 抽不到 補個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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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12抽 238 只有15抽太少了 我們抽這個 多些抽 我們玩抽卡會比直接買碎片 抽卡更好 大家可以看看 好,來啊 給一次歐洲 20抽內中 勾一次啊,大哥 出來 撩得滿飛的 對了 第二 接著十五抽 接著十五抽 二十抽 給一次歐洲 來啊 啊,又二十抽不中 二十五抽 活了 那就是 還沒敵的 我還是要去 一進去 還是可以選擇 一進去 你 conference 這次的 攻擊 35抽 給我吧! 全部都30抽以上 35抽不中 40 40抽都不中? 先抽這三個 41 這次最黑 41抽中 好大 看我和你一樣 35抽 我真的慘了 我五隻 太懶了吧 我還欠五個碎片 不是因為我們還有活動 還有活動 我們還有活動可以靠 有的 這裏都有五抽的 有的 我們做好多輪可以抽的 快一下 可以考慮的 這裏可以有花燈 這裏可以換了15個花燈 先去 這裏點12 有的 星火值 坐下坐下 又可以換些碎片 抽完出來 快給他 如果 如果這樣算的話 這個 星火禮包 是比較好處 超過25抽 其實 這個 直接買 萬人碎片 換是比較划算的 萬人碎片 你如果 不是萬人碎片的話 你對比 買回 買回 賣398 這個 只有25抽 是不是 其實118 這個 底抽 這個 底抽 這四個可以玩完 我們玩完 這四個 好嗎 各位 玩完這四個 真的 我們要繼續 課金台 不用 再不用 不安心 大家繼續 Pay 多一點 我們再Pay 再Pay 再Pay 下一隻 1100買完那個五房,是不是啊,我也想啊 第六隻 我覺得第六隻會在二十抽內中的 大家相信我,Batling 激起我的鬥志 我要發動魔法小卡 我要將他抽到手 如果這個五十抽中可以抽到兩隻XP殘鳥這樣就好了 無論如何抽到兩隻XP殘鳥這樣就好了 無論如何抽完我都要停的了 因為我抽完這裡,我其實差不太多碎片 我玩完一個1.5週年慶,就絕對XP殘鳥五火了 Batling的廚師我摸 不是不相信我 我們來吧 表演給大家看 什麼叫 歐洲 課金才是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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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Youtube沒有通知 這麼壞 來吧,十抽 二十五抽內中就可以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嘖 這麼辛苦 好,這個也不錯,有二十五個碎片 對不對 好,是這一下 要證明給大家看 二十抽中中中 真的不行 好,這一下 二十五抽 嘩,真的低喔 真低喔 30抽 出來 見我 35抽 我試過出兩隻 即是出一隻直接又多一隻 不過今天好像不會發生 喔,40抽 目前這麼多隻最黑仔都是41抽 現在已經抽到40抽了 通常40抽都中 給一下面子 蛤? 難道 第六隻XP殘鳥就是保底? 要我們跟觀眾兩敗俱傷 你不是吧 哇 有機會真的保底 5抽 第46抽 我跟觀眾兩敗俱傷 我跟觀眾兩敗俱傷 不是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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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晚的抽卡結果,張寮 4火,剩下1火靠玩玩活動燈會那裡拿 那現在只差150 我只差50而已 SP的萬能碎片 有40 那我這裡有40 這個都沒有 只有這個有,這裡都有40個碎片可以換 如果加上這40個的話 其實我已經有210 我只差8一而已 那8一就會靠這個 1.5週年氣活動 靠這個花燈 點燈點到去中為止 就是點燈,增加這個火光值 然後火光值 再去換 再去換 順便拿這5張 SP招募券 這5張招募券 直接中一隻 那根據基羅 第一隻SP張寮 40抽 第二隻30抽 第三隻40抽 第四隻35抽 第五隻41抽 第六隻保底50抽 整體來說是非洲的 如果大家說課禮包的話 推薦抽 課了那個 118 78 和38 課完之後 再課的話 就不要課 千萬不要課這個 25抽這個不值 因為25抽 根據我這個實測裡面 是不會有25抽內中的 除非你們覺得自己是歐洲人 那你們就玩這個禮包 就賭咯 如果不是的話 就直接 用 你升火的時候 彈出來的這個禮包 有80碎片 硬掘的 不需要博運氣 硬掘80碎片 這個就是穩陣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賭運氣的 那你就買禮包咯 去抽咯 那我是喜歡賭運氣的 就糟糕了 現在 那我不同 我另外做了直播 那大家又可以back一下 那不同的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 SG Journey 抽卡 過程和紀律分享 完 的